37岁,按照成军职,大半篮球运动员已经退役了,但本赛季来到山西队的斯科拉,顶着一头白发,却依然能用梦幻脚步四面CBA绿线,修斯顿火线队老球迷们一定还记得,曾经那个长发胶里的斯科拉,脚步,中头,灵活度,让很多NBA力量行中风恐惧不已。 这位有着阿根廷之王称号的欧洲球员,让辽宁深感佩服如今37岁了,长发也变白发了,也不再挑逸,更是被他弹了起来。 当山西队自从选择了斯科拉之后,国内篮球媒体争议不断,37岁,以他现在的速度和脚步,跟颠峰区相比应该改口为散步,真的值吗? 但到目前,斯科拉正是凭着球场经验和散步式步伐,一次次吸爽CBA类线球员,轻松灭泰,这个白发老头子,依然像当年那样做着正确的事,他总是在正确的时间,传正确的球,投正确的篮,得最关键的分,尤其是他的CBA第二场比赛,狂凯45分15篮板西度攻,在后连队友都发微博淡叹,我们都叫他老爷子,大写的福啊。 12月27日,山西队122比109战胜青藻队,目前山西排名第五,本场比赛斯科拉不仅就是全队得分第一,篮板第一,败贸第一,连助攻速都是第一定列,截止目前,斯科拉场均27.1分,篮板14.9个篮板球员榜第三。 在前几轮时,我写过关于斯科拉的文章,37岁斯科拉把CBA打回原型,其实37岁的他,最大的球场财富是球脑,这也是国内年轻球人最该学习的地方, 例如在上一轮,山西队128比114战胜山东队比赛时,199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邢志强,在一次抢篮板时因阻挡对手吃到犯规,但随后又因不服彭裁判在吃尾体犯规,面对这群年轻球员的头脑发热, 斯科拉立即站出来,用手指指着脑袋,立即告诉他们,冷静,球场上用脑袋,CBA路还长,但遇到这样的外园,更应该去深究和学习,老实的基本功,正确的战术执行,自身的一技之长,还要懂得总结的头脑,与其掏心自己何时能进NBA,还不如好好历练自己,NBA球员年年都来CBA,结果呢,还是那句古话,是金子,你才会发光。